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好熟悉的音樂感覺真好 小燕哥 今天乾冰噴了一整天 冷不冷 真的會很冷 半夜我都會冷醒 跟你講 小燕姐喜歡吃江湖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吃好不好 我可能沒有空 因為你也知道 我是偶像歌手 我要去練唱 我要保持最佳狀態 不要接比較好撿 真的 那我們不是約好說 要一起去坐月子嗎 明天我們去看一下 月子中心好不好 不是 我真的很忙 你知道 最近有個男一的角色在談 背後金主是萬安生命 從頭到尾是捧著靈骨塔 還是幹嘛之類的嗎 我也不知道要拍什麼 我就明明問過你老婆 你最近很空閒 你為什麼要裝忙呢 我講那麼多 你還不懂我的意思 其實就是這 男人為什麼這麼喜歡裝忙 為什麼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不是嘛 有的時候就很麻煩 你們女人那些阿哩阿渣的事情 找我們男人去幹什麼呢 也不用這麼早就用這麼多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請到了演藝圈三位最忙好不好 約他來他都沒有空 只好排到早上來錄影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你們沒有裝忙是真的忙 真的啊 忙 都忙些什麼 是真的 你知道每天帶小孩這樣 是真的忙啊 男生是沒有什麼理由好忙的啊 是 他們這個理由我無法反駁 因為以後會要帶小孩 你也要帶小孩 以後我也會很忙哦 你可不可以早一點到 除了帶小孩忙的團團轉 今天的行男團 也要來聊聊平常裝忙 哦 不不 是真的很忙的心得 賈斯汀打練很忙 最怕女人來電打擾 而杜麗則最討厭女人 在床上裝忙 到底行男們 有什麼超香的裝忙經驗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等天那個出門 他要問你說 要數到多少我才會回來 我也很忙 你這個很好笑嗎 你就跟他講 七天就會看到你 對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好好笑 怎麼跟我的金主是同樣的行業 我那天 他就給我看了一個簡訊說 他老婆就打了一個 那 現在數到七十五 你覺得會出現嗎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沒有 我老婆每天出門 就問我說我什麼時候回家 我就跟他說 這麼甜蜜 好噁心哦 所以是要 一百日 我告訴你結婚久了之後 就算有時候你回家 也不見得 兩個人可以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最近你老公都怎麼對付你 我老公自從結婚以後 生了小孩之後 回家就開始 他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其實我是為他開心的 他早上起床會消失一個小時 回家之後也會消失一個小時 去哪裡 為什麼 在廁所 就是不要跟他對到底 對 你知道嗎 扶成這樣 不要很恐怖嗎 沒有就是 他就會冷落我一個小時 他就會 但是我承認就是 消化系統好是為他開心 然後生活習慣好也是為他開心 你確定他在裡面 都在整理他的消化系統嗎 我就是有想過你這個問題 所以我其實 三不五時是會開門的 後來他就會鎖門 然後他會說我不尊重他 因為真的太詭異了 他真的待在裡面很久 然後他有時候一天 可能還要三次 這個就可能要問一下 很愛裝盲 裝盲 裝盲的男人團問一下 什麼的新男們 會不會躲廁所 這很明顯啦 就是大家可以談一談離婚 什麼事 很明顯 可以 因為這樣說上去也沒有意識了 沒有 他老婆可能在這個廁所 開始在看那六法全書 看那個離婚的那個條了 你那個寫意識 或者是在裡面 或者是 想辦法看馬桶裡面 能不能鑽出去 離開這個家不要再回來了 搞不好 那時候後面已經有個大洞了 像那個刺激1995 他在那邊挖洞了 所以男生們都覺得 這樣子 有用過嗎 算在裝忙嗎 不是 說那麼多馬桶的時候 你們才找我們 對 不是有的時候是時機的問題 對 等一下 沒有 但是我告訴你 他的次數真的是很頻繁耶 所以你就說 所以你找他很頻繁吧 不是 他其實說明 第一 你們夫妻感情已經不好 第二 你已經開始不關心他了 一個男人 一天上了三次廁所 一次一個小時 你還不帶他去醫院嗎 其實 我有問 就是因為衝著你這句話 我其實問過醫生 他媽說你要為他開心 他說 正常人一天應該要三次 最正常、最健康的東西 對,但是如果每一小時 一次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會很麻煩 他說他前面半個小時 剛才會變得比臉盆還大了吧 所以我就說 他是不是在逃避 跟我溝通跟聊天 因為他前面半個小時 他說他是在培養 FU 對 而且我確定 他是真的有在那個... 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消化系統也是非常好 其實這一題是在聊消化系統的嗎 不是 不是,是說為什麼他要利用就是這個 他前面就是要... 不是,所以了吧 你看 宇文剛剛講那麼多 你都不耐煩了 對 是不是 不是,他工作一整天 沒有我在家裡 待下來一整天回來 誰要聽的啦 所以你看 你看哦 他在房間 他在廁所多一分鐘 等於是跟你少相處一分鐘 所以說他多開心 不是,我有好多一次 想要跟他講啊 五個小時上在廁所 明明就是我們一進跟妳說 我們很麻 就是那你為什麼一直打給我們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不是,到底忙什麼咧 就是 例如說我在練歌 因為練歌的Sony 就是要很專心的背歌 他是真的在練歌 你這個不是喔 對 你真的要 特別是國語歌 我要背歌詞很大 對 不是你的母語 還記得我那時候在學什麼 然後我在學 明明就 什麼歌 什麼歌 明明就啊 明明就是什麼 明明就 你不要跟老女人講年輕人的東西 他們聽不懂的 來就是周杰倫的歌 就是周杰倫的歌 好,那我原諒你 重點 重點 重點我再背歌詞 女朋友打給我 你在幹嘛 我現在在忙 我在練歌 就是練完歌 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他說好啊 然後就開始練 明明就 背背背背 五分鐘後又打給我 你在幹嘛 我還在練歌啊 我不是說我忙完 我再打給妳 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沒有啊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然後就說 我不知道 就是練完歌 我再打給妳好不好 他可能剛好正在買菜 對啊 因為他現在就要我想 你們見口很多耶 你們見口很多 新鮮度很重要 對啊 好啊 好,講完了 就隨便啊 我們可能去這個餐廳吃個東西 好 滿晚我再打給妳 好 電話關掉 明明就不習慣 喂 怎麼了 沒有啊 我想說今天晚上吃完飯 你要不要去看電影 他正在買電影票 要不要去看電影 不是 不是啊 那你明明就 背不起來 為什麼不換首歌啊 你幹嘛不換一首歌 我在念那首歌啊 看人家一直點啊 我喜歡這個重點 對 你明明就背不起來 喜歡你 明明就我已經跟你講了耶 背不起來 你還在那邊一直把我 一直打 誰要這樣子耶 你們真的不懂 沒有,因為你那個不是上班 你是練歌 練歌什麼時候都可以練啊 爸爸,沒有 這是我在上班啊 上班也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啊 可是問題是 你可以待會兒再練啊 就不是說旁邊 像有一些是 他可以待會兒再打給他 何妤威小姐 你有沒有搞錯有重點 他只是問晚上吃什麼 晚上幹嘛 你可不可以待會兒再問啊 沒有,有時候 我剛好在菜市場 現在就人家待會兒再練 我剛好在菜市場 我只是想要問你 因為我剛好就要買了嘛 我現在 所以你是他女朋友嗎 你有沒有知道 你剛好在菜市場 人家只是在家裡嘛 他在工作嘛 我一定是剛好在菜市場 你懂嗎 你要不要回在重點裡面 所以你知道你一直沒在重點裡面 所以你老公要躲廁所 你知道嗎 他練歌很重要 可是他女友覺得照顧他最重要 你沒有身體健康 你練什麼歌好 對不對 而且他會覺得你超聰明的 應該一下就背好啦 對啊,他覺得你回答一下就好啦 所以他信任你啊 但是你都知道你忙完事情 你可以好好的專心的跟他聊天 這樣子不是更好嗎 什麼時候 但是我跟你講,杜琳 我又找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怎麼講 對啊,因為我以前也有在跟那個台灣女朋友一起 然後她是那種女生 她要每天聊天 對不對 每天打電話給我 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我有時候有一次啊 我也在改會 所以我沒有辦法可以讓很多話 對不對 所以我跟她講 我在改會 我很忙 你有什麼事呢 她說 對不起,但是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講話 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是什麼 然後她就說 她就說 因為郭跟郭的戲友 吵架